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龙介在今年1月立委选举前 打赌国民党在台中立委席次会拿下四席 不过最终只拿下了两席 谢龙介只好愿赌服输 今天下午特地北上来到了台中葫芦敦公园跳河 履行他的承诺 现场也有不少支持者到场来力挺谢龙介 大赞他是真男人 言而有幸 3 2 1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谢龙介穿着救生衣安全帽 全副武装 带着他的难兄难弟密雕纵身往水里一跳 兑现承诺 这个环境真的很不错 那我下水完全没有味道 我也有喝一点水 就是说试一试 谢龙介全身湿得像落汤鸡 还说自己喝了一口水 称赞水质很不错 愿赌服输的表现赢得全场支持者较好 原来今年1月立委选举前 国民党的议员谢龙介和民进党的议员谢志忠 两个人对赌 说台中立委国民党会拿下四席 没有想到最后只拿下两席 谢龙介输了 本该立刻跳河 但因为疫情影响 拖到现在才兑现 虽然是履行他的政治赌局的承诺 不过我想今天更重要的是 厉害他 感谢他 今天来行销台中行销风源 谢龙介还特地从台南带来百年糕点 要来和谢志忠端出的风源糕点 来个大拼场 谢龙介不仅兑现跳水承诺 炒热话题 吸引关注度 还借着大批媒体到场聚焦 两个人一搭一唱 趁机帮台南台中两地的糕点做行销 介浆福宴台中报道